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三分鐘 第一位請江啟臣委員發言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同仁 還有各位行政長官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今天立法院要審查 行政院所提出的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病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案 那麼根據這個預算書裡面 所提到的狀況 行政院有請各部會 各單位應該秉持 雨露均沾 立竿見影 固本強身 加強弓箭的四大原則 這四大原則並沒有錯 但是問題在於 這些錢能不能花在刀口上 能不能有效 這才是關鍵 然而我們檢視目前的預算書的內容 來跟這四大原則做比對 我們可以發現舉幾個例子來講 鞋床 駕屋 或者據時間的關係 就草率的提出一些預算要求 我想這不問我們要求 行政院必須要釐清要說明 除此之外 像經濟部也是一樣 長期以來經濟部就在協助廠商 生產的自動化 數位化 智慧化 還有協助它的技術能力提升等等 所以在這一次的特別預算的 編列內容當中 到底經濟部的預算應該要放在哪裡 會不會讓人家覺得 必要性上面有所質疑 還有要明確協助的對象 還有預期的結果 其實在目前的這一個預算書當中 我們都沒有辦法清楚的看到 所以也請行政院必須要務必加強說明 除此之外 預算當中常常提到舉辦會展 加強行銷 鼓勵旅遊 獎勵消費等等 但是這些就是我們目前在防疫當中 其實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 所以到底要如何讓你這一個預算有效 也不免讓人家質疑 所以重點是這一些預算 能不能發揮紓困的效果 在目前的預算說明當中 我們沒有辦法清楚的看到 所以重點之 有了法言依據之後 特別預算是行政部門來對抗疫情的子彈 但是也不代表立法院就應該照單前收 因為這是人民的荷包 我們必須要看緊 尤其在目前這個非常時期 我們希望對症下藥 真正讓我們的紓困預算 發揮紓困的效果 所以在一黨應該要克盡職責 我們必須嚴厲的來監督跟審查 務必讓這一些紓困預算花在刀口上 務必讓紓困預算有效 謝謝 接著請李德偉委員 主席 各位同仁 所有媒體的好朋友 我想今天德偉在國事論壹在國事論壇的發言將也是要提出有關於我們即將審議的行政院的600億的新冠肺炎的紓困振興的特別預算 我想這每一分錢都是我們納稅人的名指名高 所以如同剛剛啟程委員所提到的 而他們能不能直接的受惠 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希望我們的行政部門來好好的思考 那即將在社區有可能發生社區感染的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卻看到目前的預算裡面只編了1億元來讓地方政府進行防疫的動員 我想以台灣目前368個鄉鎮市區來分配 每個鄉鎮只能得到271.1萬元的預算 我想這樣子的防疫動員經費是絕對不夠的 那我們應該把經費給最辛苦的基層讓他們來去用 另外我們也舉一個例子 我們2003年SARS的紓困預算 其實當時也編列了500億 但是到最後最後我們執行結束的時候 其實執行率只有46%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也希望行政部門各部會要把錢用在刀口上 不要再重蹈覆測 這一次有600億的預算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也希望行政部門要加油 那最後我們應該這樣講 料敵從嚴 政府應該盡速規劃我們醫院 相關的分流的管理 讓疑似我們診所啟動 案例的診所啟動轉診的一個程序 在提高每天的檢疫量 及早發現這些病症及早的隔離 避免疫情的擴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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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請楊瓊英委員 院會主席 超副院長 行政院 院長所領軍的團隊 各位同仁新聞界的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楊瓊英本人要說明的是 目前我們即將已經是邁入全民防疫的新時代 在2月下旬 快速的疫情全球蔓延 讓院內的感染 導致社區的感染 更在完全沒有顯示狀態的情況之下 也能夠成為一個傳播者 散播者 所以又導致到院內的一個傳播 讓大家非常的恐慌 尤其我們看到 3月我們即將要大學的開學 所以醫務人員 以及防疫人員 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麼所以我們更需要 有因應實施的多變的疫情 更具前瞻性的方案 所以因此 我們也感謝行政院 在2月27號 中天的大家寶貴的意見 終於將二級升格為一級 來跨部位的協調 以及資源的一個整合 有點的防禦策略 導致目前全面性的決策規劃 跟行動 當中實現當中的一個漏洞 能夠讓我們所有的人得到一個安全 就承認 就承認最近 一個34歲的醫師 全球第一例醫師 當神仙 讓我們非常的心生恐懼 就因為口罩N95 竟然是戴在裡面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讓大家是非常的緊張 外科口罩 竟然是戴在裡面 所以本席在這邊 要特別的來呼籲 目前我們應該是全民動起來 同時我們也了解到 目前的情況 我們公衛的教育 應該是已經要 立即推動走路到人群的社區 全民動起來 才能夠保障所有的安全 所以在這邊 本席也建議 為了督促全球的衛生 應該由各方各國 由我們台灣 這麼好寶貴的經驗 去串起視訊的一個交流 讓大家能夠安全 所以在這邊也呼籲 我們所要通過的 這個紓困條例 要花在刀口上 中央地方結合 讓大家都能夠 謝謝 接著請邱晨元委員 好 主席 各位立法院的同仁 以及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全國的人民同胞 大家好 在現在全國防疫的期間 我首先要感謝這個行政院 蘇院長所帶領的團隊 對於我們這個國人的付出 還有這次這個 快速的這個防疫的 相關的措施的實行 那在國事論壇的部分 本席已經連續兩個星期 都在國事論壇登記發言 那我認為有必要向大家說明 本席對新國會意識效率的看法 首先簡單介紹一下國事論壇的原有 那立法院從1994年第二屆的院會 開始就設立國事論壇 那主要是讓這些出席的委員 在每次院會的時間上 可以就國事的問題發表意見 那每人發言三分鐘 這是提供立法委員在諮詢外的一個 發表時事民意 跟對政府建議的相關發言的機會 那國事論壇的發言程序 也明定在我們立法院的 議事規則第二十二條中 那在二月二十一號開議的第一天 本席就在諮詢的機會前 先排定國事論壇的發言 那說明這次新冠肺炎 疫情對於台灣產業的影響 還有台灣後續產業轉型的一些契機 那重新審視我們產業的一些相關的看法 不過反而這次的國事論壇 獲得比較大的迴響 居然是這個 還是這個廢除國事論壇這個相關的議題 那這個議題其實在歷史上都有被提出過 那在上一屆的立法院就有被提出來 那現任的這個內政部長徐國勇 擔任立委的時間 在2016年的會期 一開始就有提出來過 那其實草野之間也有相當的共識 但是在這個立法院的議事規則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中 其實我們可以針對這個議題 在新的國會的這個意見 大家來協商 可以去討論這部分的存費 那其實現在目前社群媒體的發展 已經相當的發達 立法委員透過直播或發佈動態消息的 管道也越來越多 那表達他公共的想法的管道也越來越多 所以透過這樣子 包括我們國會也都有123的這個直播的頻道 其實在相關的這個表達這個意見的方式已經跟過去大大不同 那國事論壇的意義的確也與過去有所可以有討論的空間 那既然現在在過去 立法院的同仁都認為 新的國會要有更效率的議事的流程 為何不一起努力在國會的改革方向上 再去做這方面的修法 那本席認為我們第10屆的立法委員的團隊 其實這一次就碰到這個新冠疫情的這個 特別條例的相關的審查預算 其實我們朝野應該用實力做實事 防疫期間建議大家要多洗手掃口水 那針對防疫的議題 相關的議題那本黨也會就今天特別預算相關的質詢中 再提出比較細則的看法 最後還是強調 本席支持更有效率的立法院 謝謝大家 謝謝 接著請李貴民委員 主席立院同仁以及媒體朋友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從新冠疫情發展到目前為止 除了國人的健康之外 我相信全民已經感受到 因為國際的需求降落 還有人員的這個移動也遲緩 所以經濟活動在短期之內很難復甦 那以台灣目前的情況來看 台灣的產業的發展 還是靠著庫存 來讓台灣的產業能夠繼續的維持 但是一旦庫存 用完了之後呢 那將來也很困難 所以在這裡呢 我要特別的呼籲行政團隊 當你們在今天編出來 所謂的紓困振興裡面 有404億的這樣的一個預算 但是呢 到目前為止 我都沒有看到行政團隊 提出很具體的 振興的一個措施 我們看到了立法院 在面臨這樣的一個 疫情的情況之下呢 大家都能夠秉持 都能夠拋棄幾件 讓特別預算 在最短的時間之內通過 可是我們看到經濟部提出來的 只有製造業的一個紓困 我們看不到服務業的任何的 紓困的振興的一個方案 含在裡面 先不提服務業 佔了六成的比例 那我們要提到的就是 行政院提出來的 關於紓困的一個方案裡面呢 我們看到的也只是炒冷飯而已 這個炒冷飯我們舉兩個例子來看 第一個是說鼓勵台商回台 但是大家都知道 台商呢即便他回台之後呢 他主要的原料的部分呢 還是一樣要仰賴中國大陸 第二個他提出來說要 加強東南亞的這個 南進的一個政策 但事實上這個政策呢 我們看到他並不能夠解決 這個供應鏈斷鏈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這裡呢 本席要特別的呼應行政團隊 務必要提出具體的方案 讓這個404億的 特別預算呢 能夠真正發揮在刀口上面 能夠真正提出具體的方案 讓國人 不管是產業界也好 或者是將來的 公司的員工也好 他都能夠真正 因為這樣的一個紓困的方案呢 能夠持續的 進行台灣的經濟的活動 也為台灣的經濟活動呢 撒下 那種子 繼續的一個種子 謝謝 謝謝 接著請 溫玉霞委員 主席 在這裡首先對於行政團隊 因應新冠肺炎的 防疫工作表達相當的肯定 你們辛苦了 有建議全球疫情持續延燒 為了讓政府在防疫工作上 能做得更好 本席對於口罩亂象 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目前 最大的問題是 口罩雖然實名制 但是大部分的民眾 還是買不到口罩 經濟部說 三月份開始呢 被所備徵用的口罩工廠 每天的產能可以 一千萬片 目前是九百多萬片 那麼 照對於來講 一千萬片的口罩 可以達成這個目標嗎 那另外 一般上班族呢 他是沒有時間 排隊買口罩 那下班後 口罩也早就賣光了 那如果 三月份可以提升到一千萬片的話 那是不是每個人 應該就有三片口罩 一個禮拜 那兩個禮拜就有六片 那是不是可以用 減少排隊的促士 讓每個人 兩週一次的去買六片口罩 以此來改善民眾排隊的困難 那反過來說 一旦口罩產能真的達到一千萬片的話 那會不會到時候出現 藥局裡的口罩 有賣不掉的可能 打個比方說 假設偏鄉地區的部分藥局 有當天賣不完的口罩 那 政府又持續的送新口罩 給偏鄉藥局 那本席請問 口罩要怎麼處理 然而在城市裡面 許多民眾呢 又買不到口罩 因為市區裡面人多 這顯示 不管是民眾買不到口罩 或是賣不掉口罩 存在著藥局 城市和偏鄉之間的不平均的分配 所以 政府應當正視這個實名制的缺失 盡速想辦法解決 當初 政府為了避免民眾過於恐慌 造成口罩搶購潮 反而有讓迫切需要口罩的民眾 買不到口罩 所以一般疫情開始的時候 宣導健康的人不用戴口罩 不過在未來 極有可能發生的社區感染的情況之下 現在許多民眾都會常擔心 自己會不會在不知不覺中 意外的中標 或是被別人感染 所以本席請問 戴口罩的標準 到底是什麼樣的程度 舉例來說 立法院目前 要進入立法院的話 必須量而溫 才能進入院區 那對接著中央聯合辦公大樓 他是採用關閉中央空調 甚至北洞 南洞是自由進出 沒有一定的必須戴口罩的規定 那只不過一條街之隔 同樣的屬於公家機關的兩個單位 卻有不同的做法 那更不用想說 私人機構的亂性 所以本席呼籲政府應該 還真的 接著請葉玉蘭委員 主席行政院的各部 院長跟各部會首長 以及在座的各位 新進大家早安 大家好 超前部署 回頭抓漏 台灣啟動防疫 到今天已經是第49天 我們有確診41人的案例 那麼這段期間 我們防疫中心從二級開設升級為一級 所有的防疫人員都非常辛苦 謝謝你們 前幾天因為第34例的在院感染 到今天已經有五個人確診 那麼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說 這證實了台灣已經發生了院內感染 新冠病毒在不症狀時期也有傳染力 我們該不該害怕 不 面對疫情 我們一定要超前部署 要升級部署 一定要有不是敵之不來 是有以待之的信心 既然已經一級開設 我們就應該以社區感染一定會發生的 這樣的標準來做準備 要去檢視到底我們的防疫 還有什麼漏洞 還有什麼缺口 過去本席曾經再三的提醒 如果外籍看護買不到口罩 會是我們的不定時炸彈 結果第32例 就是一位在醫院裡面 擔任看護的失聯移工 他是在照顧確診病例的時候受到感染 然後又到其他醫院工作 期間他搭著公車 火車跟捷運到處趴趴走 像他一樣的失聯移工 在台灣大概有五萬人 他們都會是我們防疫的重大的挑戰 政府抓或不抓 都會是兩難 會讓他們四處逃散 反而難以掌控疫情 另外就是我們的白排車跟計程車 我們看到郵輪靠岸之後 很多旅客都是靠著計程車在台灣行走 前一陣子 行政院的陳副院長也指示說 沒有排照的這些白排車 會是防疫的漏洞 所以交通部就下令要加強取締 本席認為你只有取締是不夠的 絕對是不夠的 我建議在對於看護工的部分 我們應該從醫院來發給病患和看護工口罩 來防止交叉感染 對於計程車跟白排車 我希望能夠在 謝謝 接著請洪孟凱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行政院長及所有部會首長 首先我想今天立法院邀請行政院長 蘇貞昌就防疫紓困特別條例來做報告 並且備詢後 我們也會交付六個委員會審查 盡速完成三讀 不分朝野的共識 全台兩千三百萬人就是希望一致 也因為新冠肺炎所衝擊的行業 能夠因為這個防疫紓困特別預算條例 能夠趕快來救急 讓國內所有的產業能夠早日度過難關 而在這一次全國全球發生的疫情 台灣在這一波防疫的表現 真的可謂可圈可點 全台兩千三百萬人共同面對疫情 我們展現出任性堅忍不拔的精神 本席予以高度的肯定跟驕傲 但是我們也要以料敵從關抗敵從嚴的心情 也要提醒現在防疫指揮中心已經升級為一級開設 陳時中指揮官以及所有的部會首長 都應該要有更超前部署的打算跟準備 譬如說 像陳時中指揮官有呼籲民代不要跑他也不失禮 本席表示尊重並且願意配合 但是我們更需要也更希望防疫指揮中心 告訴全國民眾現在到底辦理大型集會活動 標準準則是什麼 譬如說上個禮拜大甲媽祖或是白沙豚媽祖 都已經延後順延暫停落盡 但是連假三天中華職棒也打了好幾場的熱身賽 進場官場的人數甚至破了萬人的觀眾 本席身為一個30年的兄弟相迷 每年的3月4月是我最期待的日子 但是現在面對疫情 我們更要呼籲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大型活動 其實有可能也會造成防疫的漏洞 看看他國 日本職棒在2月29號到3月15號 已經取消了72場的熱身賽觀眾進場 只打球不開放觀眾進場 而韓國也更是取消了熱身賽 也因此在我們台灣的部分 是不是由防疫指揮中心統一口徑統一標準 告訴全國的民眾 現在是不是以合不合適 能不能夠繼續辦理大型的集會活動 我們再次強調 防疫不分顏色 防疫不分立場 我們唯有專業理性認真判斷 才能度過這次的難關 謝謝 謝謝 感謝大家找 現在的防疫已經是全球非常高風險的階段 國內也發現院內感染 本土案例也已經超過境外移入的案例 雖然防疫中心和第一線的基層人員做得非常努力 也做得很好 本席在這邊予以肯定 蘇院長今天也說了 現在的方向調整為圍堵與減災並行 但是在這裡我要提醒行政團隊 本席辦公室所接到第一線基層人員 以及民眾的回應是有落差的 我們的政策非常好 速度也很快 但是實際執行面 所以本席在這邊要提醒 防疫作戰是跪在務時 再好的政策如果在執行面 有很多缺失或者有很多漏洞 到頭來還是一場空 我講基層人力 現在開始醫院分流 這兩天看到的現象 分流造成的很多組織延宕 每一個醫院本身既有的運作模式 它有它一定的SOP 突然改成分流 還要做量體溫 做很多疫情調查 這個的人力增加 時間耗費 造成民眾的不方便 有沒有事前規劃完整配套 另外一個 醫院發生非法外移的看護工 所造成的感染 那麼現在是不是應該更重視 醫院裡面的 除了醫護人員之外 第一線的接觸 還有就是照護員 看護的移工 清潔工 這一些跟病毒的接觸 跟病人的接觸 恐怕是更廣泛 是不是要作為一個重點的防治 以免造成防疫的破口 或者漏洞 我們再看看 現在雖然說 是圍堵與減災並行 我們所看到 防疫指揮中心每天的報告 仍然是疫調為主 仍然是追查感染源 這樣子如果把重要的精力擺在這裡 而沒有去做務實面的落實 會造成整個防疫 人力物力資源 最後量能被拖垮 這是我們大家不願意看到的 希望防疫作戰 能夠跪在務實 謝謝 謝謝 接著請吳以丁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早安 隨著新冠肺炎的升溫 被服務在2月10號以及19號已經發文 把居家隔離以及檢疫的民眾 列入通訊診療的試用範圍 讓醫生在家裡 在醫院 在診所 就可以與民眾透過電腦 透過手機 透過平板的視訊來診療 甚至開藥給這些居家隔離 檢疫的民眾 但是通訊診療法 試用期可以多久 放寬多久 還是適由疫情而定 本系認為 應該利用這次的疫情 化危機為轉機 讓台灣優秀的醫療 以及科技團隊發揮 建構台灣遠距智慧醫療體系 孕育新的台灣之光 其實遠距還有智慧醫療 已經是全球的趨勢了 根據調研系統 調研機構 的統計 在2013到2018年之間 全球接受遠距醫療的患者 已經成長了20倍 另外根據 Fortune Business Insight的推估 2018年 全球遠距醫療市場 規模大約是498億美元 隨著5G以及AI的進步 到2016年 預估相成長到2668億美元 近年來 由於物聯網 AI 大數據 技術的興起 遠距數位醫療 已經是應用指示會更深更廣 就如同科技部 在2017年所推動的 醫療影像專案計畫 便是其中之一 在醫療創新服務範圍 涵蓋越來越廣的趨勢之下 預期人們將接受智慧醫療 只會越來越大越廣 到底如何 會哪一些有服務創新 會接著繼續推出 我們必須要制定符合的法規 來促進它的發展 藉著醫療智慧的服務創新 以及推進 協助提升醫療照護品質 改善醫療不平等 甚至於在支援許可的情況之下 讓我們的智慧醫療服務更加的出口 最後 在完善的醫療資訊 資料庫的基礎之下 本席呼籲政府 應該讓遠距數位醫療成為 我們醫療的兼兵 為台灣帶來下一波的醫療 與產業發展的新動能 讓政府 民眾以及業者 能走出一條三營之路 孕育台灣之光 謝謝